我現在已經退休了 27歲的禮物 我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當一個外籍即使 我吃了非常非常的苦 犧牲了兩段婚姻 我犧牲了我爸爸出事的時候 在台灣的時間 27年來我覺得夠 大佬呢 要從民航退休了 這個陪伴我 27年的航空圈 大佬真的要退休了 做出這個決定 大佬也是非常的遺憾 但是 soon or later 這個決定 這一天 他遲早會來 他不是現在到 他就是以後 終究會到 大佬總有一天 要面臨 我必須要從航空公司退休 所以 這兩天 我到公司去辦離職手續的時候 心情其實是非常沉重的 因為 我連最後一次 能夠選擇自己頒表的機會都沒有 大佬離開過很多航空公司 都是莫名其妙 突然無預警的 就這個月要離開了 我沒辦法選擇我最後一個班 甚至連我上一個待過的 法蘭克福的飯店 上一次是我最後一次待 我都不知道 日本 Narita 我最後一次去 Narita 我都不知道那個是我的最後一次 那回顧這27年來 我從小 從出生開始 打從我有記憶以來 我這腦袋裡可以裝得下記憶這個東西以來 我就想要當飛行員 我從小看著天空 看著飛機在天空跨過 我就想要當飛行員 現在回溯到我最小有記憶以來 我只記得兩件事情 一件是想要當飛行員 另外一件事 就是被我老媽抓去割包皮 飛行員 是從小刻在我 前世記憶裡面的記憶一樣 所以 我從小就要為了當飛行員這條路而努力 所以我國中畢業後 去讀了軍校 念了中正玉校 就為了想要當飛行員 因故 離開了中正玉校 那時候去念了華岡一校 我到現在就一直記得三十年前 某天晚上我在宿舍痛哭流涕 哭得氣不成聲 不成人形 因為我想到我這一輩子 居然沒辦法再當飛行員 因為那時候資訊非常不發達 總是認為 一定要當空軍 空軍出身才能當飛行員 所以那時候萬念俱灰 我一想到我這輩子 沒辦法再當飛行員 我非常痛苦 之後是一個很偶然的機緣 從小跟我一起長大的朋友 鄰居 我家住四樓 他住三樓 他從小跟我一起想當飛行員 沒想到某天他成了長榮的培訓機師 跟他聊天才知道 原來飛行員還可以自訊 自己出國學飛行 有這條路 那時候才開始開計程車 打工 混泉 然後說服我爸媽 讓我出國學飛行 小孩子 今天不能提 手不能扛 能夠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什麼都不能做 我父母給了我最後一次機會 讓我們去美國 所以我97年去美國的時候 破釜成舟 那時候我到美國 英文大字不會唸幾個 只會 This is an apple, that is a pencil 到美國被人欺負 記得印象最深刻的 請室友吃香蕉 對不對 剛去到超市買香蕉 請室友吃 奧地利是有說 Only Asian monkey eat the banana 只有猴子跟你們亞洲人吃香蕉 我就在這種恥辱之下 學英文 學飛行 我這個紀錄到現在 沒有任何一個台灣人可以打破 我在五個月之內 從零拿到商用執照 commercial pilot license 我從零到七個月之間 拿到美國的教官飛行執照 certified flight instructor 所以呢 五個月拿到商用執照 兩個月就拿到 飛行教官執照 接下來的一個月之內 我拿到 遺器教官執照 跟雙發動機教官執照 這個執照 每兩年要重考一次 我一直從98年到現在 我已經算不出多少年了 今年2024年 我大概重考十二十四十六次了 每兩年一次考 因為這個是我生命中 最難拿的一張執照 我一定要把它好好的維持到 這一路上 我寫了三本書 前面書裡都有提到過 我在剛進航空圈的時候 被老教官欺負 在駕駛艙裡面 用厚厚的書砸腦袋 被在駕駛艙裡面 吼 趕出飛機 也被教官夾攬蛋 叫我站在停機坪上面 曬太陽 教官在跟空服園吃飯的時候 罵我 把我趕到幾乎是去吃便當 教官呢 在跟所有主員 空服園 不一平的時候 簡報是罵我 這些全部都看在空服園園裡 我當初二十幾歲 二十二、二十四歲出頭 年輕的小夥子 就是這樣在駕場裡面被罵 被打 被污辱 一路這樣子過來 所以我的人生 的座右鳴就是 己所不欲 勿施不愚人 我從飛行到現在 從我當了機長的一天到現在 我永遠都會記得 我當年吃過的苦 我不要讓任何一個夫駕駛吃 我這一路其實過得不是非常的好 那我從99年進航空公司 一開始在國華航空 飛福克50 這個是Turboprop的飛機 56人坐 歐洲那個荷蘭產的飛機 我在福克50飛了一年 然後呢 國華航空跟華信航空合併 所以呢 華信航空當年買的全新的 波音737-800 就需要英文好 所以有650分以上的人才能去 所以那時候我們國外回來的人 就去了 我是第二批到華信波音737 所以我們那時候到原廠波音去接了飛機 所以呢 我在2000年開始呢 就一直開始飛 波音737-800 我在波音737-800上面 飛了大概6年的時間 2006年左右 公司深訓我福克100機長 所以我到韓國 去受福克100的機長訓練 之後呢公司福克100要淘汰 租了Embra巴西的飛機 ERJ-190-195 所以我又轉訓到新加坡受訓 飛了ERJ-190的機長 直到2007年 跟華信飛了10年的合約滿了 這時候我就離開華信 從2007年開始 我就開始 我這一輩子流浪機師的生涯 我首先呢 到了印度 到印度飛了一年 在印度吃苦耐勞 大家都說我是Cagorach 我是蟑螂 打不死的蟑螂 隔壁鄰居啊 就說旁邊住了很多飛行員 通通走光了 我上面 在他房產門口上面貼一張條子 畫一隻蟑螂 Cagorach next to your door 蟑螂住你隔壁 打不死的蟑螂 結果呢 撐了一年 蟑螂打不死 但是要換潮 所以呢 我就到沙烏地阿拉伯 大家要知道 沙烏地阿拉伯 它不是UAE阿聯酋 它不是 杜拜 它是中東立法最嚴格的國家 我當年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時候 這個國家還有假日刑場 你可以去看那邊 舵手 舵腳 舵頭 女生進豬籠 然後發石頭給你去扎 我是在那個國家也待過 後來呢 我又到深圳航空 去飛波音737 我飛過400 700 800 900 在深圳航空一直待到2011年 日本的航空公司叫做Skymark 他們是專門飛737 800 所以我是on type 帶了這個type的執照 去申請日本的天馬航空Skymark 那Skymark當初招聘我們是說 因為他要買Airbus 380 我們當年每一個老外去 都是為了要飛380而去 我從2011年進了Skymark 我們班上五個同學 經過一年廢了三個 只有兩個人過 我跟另外一個韓國朋友 他的同學叫JJ 日本是JCAB執照 是全世界最難拿的一張執照 我也是目前唯一日本民航局 登記在案 唯一有日本JCAB執照的台灣 那2015年 Skymark航空付不出A380的尾款 通膨 公司宣告倒閉 外國人就趕快 我們外籍即使能跑就跑 人丟的就丟 台灣虎航那時候剛成立 需要人才 我那時候就是投考了台灣虎航 面師的虎航說 我們連駕航空 連 但是 不連駕 他說我們的連駕航空連駕 是駕駛艙門的另一邊 言下之意 是對客人連駕 但對飛行人不連駕 很可惜 我當初搞錯了 他說的門的另一邊連駕 其實不是對客人 其實對駕駛艙裡面那一邊的人 就是飛行人連駕 那我就2015年 離開Skymark 加入了台灣虎航 2016年 經過了一年多 當初在虎航 發生一些事情 就離開了台灣虎航 那離開台灣虎航之後 我就到美國拿了A321的執照 事實上我去印度之前 先到美國 也拿了我ERJ的執照 那事實上我要去日本飛Skymark之前 我又到美國拿了一次波音737執照 只是這次 我又拿了一個321的執照 所以我在美國的執照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幾種簽註 這也是台灣人其他技師 沒有辦法超越我的 那我在2016年底 順利也加入越南航空 當初加入越南航空的時候 就只為了一個原因 我有機會飛到廣奇科技 我這前面20年來 都在這麼多公司裡面打滾 我就有一個目的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夠飛到廣奇科技 我的運氣啊 不像一般飛行員這麼好 非常順遂 從國外回來 考上華航 就飛777 波音747廣奇科技 考到長榮 就飛330 飛波音777 早期還飛到747 有的飛廣奇科技 MD11 那我的運圖沒有那麼好 我這麼多年來 都一直在小客機 載體客機的公司打滾 所以我一直要找一個公司 能夠滿足我這一輩子 飛行的夢想 當年找到越南航空 我在321機隊啊 也打滾了大概三年的時間 一個非常非常偶然的機會 有一天 我覺得這也是老天爺的安排 飛安市打電話給我 明天 有個波音787的 Captain Interview 面試你要不要參加 很多人不敢參加 因為如果面試Fail的話 公司要綁你三年不能再轉 那我就一無反顧 反正要照資歷牌也排不到我 那我就去試一試 因為我考這麼多家航空公司 每考一家航空公司 我就要念書 念兩個月 要準備口試題目 準備這些所有航財的知識 所以這些事是念多了 都已經發生生的烙印在我腦海裡面 我就輕而易舉 我在40個interviewer中 公司選了兩個人 我跟另外一個人 從40個人裡面脫穎而出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運氣好 從10個裡面考試 空過了為二 從我們321轉訓到787機 那我剛飛到787 沒飛幾個月 2019年 就遇到了COVID 那COVID回家 我運氣很好 因為COVID的時候 公司把所有訓練的人 都取消訓練計畫 好險 我在COVID前 正好已經考試完了 所以我是online line上的機長 所以COVID沒有影響到我 但是影響到整個公司 所以到隔年他把我們所有 線上機長都請回家了 在家裡待了大概一年 回到越南 那這個時候已經是 已經是2021年的事情了 那就在2021 所有飛行員在COVID期間 經歷過的事情 隔離7天 14天 這樣無比的輪迴 戳鼻孔 怎麼戳 左戳右戳 前後戳 到處戳的輪迴 我們都經歷過了 大佬都經歷過了 COVID期間 飛行的這些 鎖碎的辛酸的事 現在都立地在目 都立地在目 一直飛 飛到去年 2023年底 這是我第一次 2023年底 我第一次拿到我 波音787完整 一整個月的薪水 為什麼呢 我從2019 2021 2223 這五年 都在還我 波音787的訓練費 在越南 你要升機長 訓練費 轉機種 訓練費 不管做什麼事情 訓練費都自行 所以 這一個 波音787的機種 我花了7萬4千美金 7萬4千美金 相當於一台 BMW進口車 那你覺得BMW進口車 對你來講比較值得呢 還是飛波音787 那到了去年12月 我就把所有波音787 欠公司的錢 全部還完了 每個月從我薪水裡面扣 所以那時候 我就 As free as a bird 我無事一身輕 那才開始萌生 我要退休的念頭 因為我現在太忙 忙到沒辦法從youtube 跟這個飛行當中 取得平衡點 那我已經飛得夠久 我已經飛了27年 當一個外籍機師在外面 我也當了17年了 這17年來我非常的痛苦 不要看大老平常是嘻嘻哈哈的一個人 我是一個非常非常戀家的人 即便我只有兩天的休假 我都要買機票回台灣 在自己家裡面睡一個晚上我也爽 我就要回家 當外籍機師這麼多年 我犧牲了很多東西 我犧牲了兩段婚姻 我犧牲了非常 跟父母團聚的時間 我犧牲了我爸爸出事的時候 我不在台灣的時間 那27年來 我覺得夠了 當一個外籍機師 我吃得非常非常的苦 我是一個報喜不報憂的人 所以你們看到都是我光鮮一面 但是呢 私底下 當外籍機師 並不是 不是那麼輕鬆的一件事情 到印度 你要融合這麼一個生活消費 平常那個人民習慣跟台灣差這麼差距 這麼大的 你要在那邊工作 那在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國家 你要在那邊當人家的次等公民 沙烏地阿拉伯人他基本不工作 每個人去那邊工作 通通是外籠 在中國大陸飛行 總有人會跟你講 台灣是我們的 總有人要跟你討論到政治的問題 在日本飛行 總是沒辦法接受日本人這麼刁鑽的文化 回到台灣 又遇到台灣這些職場上的霸凌 這些不公平的事情 然後到越南 這些所有所有的航空公司 你會遇到的都有一個問題 每個副駕駛 都認為你這個外籍機師 在搶他們的工作權 因為你在他們那邊 所以他們沒辦法聲訊 每一家公司 我們拿的薪水都比他們 Local的薪水還高 所以呢 我在印度也拿的比他們 印度機長高 我在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特殊 我在中國那時候 中國大陸 深圳航空 薪水拿的比他們 Local機長高 我在日本也拿的比他們 日本機長高 我就不知道這個航空圈 到底是什麼一個循環 找老外老外總是比較高 但是我們又自己 跑到外面變成老外 我們又比人家高 為什麼這世界 不能取得一個平衡點 都一樣高呢 那這麼多年在外面流浪 吃了很多苦 很多心酸 都往肚子裡面吞 我做出了一個決定 到公尺丟了辭城 我希望要結束這一切了 我飛的夠久了 我現在回去 要專心的做我的自媒體 Captain Wong Should I keep this complete? My dream completed as well It's all your role now I'm retired You will be good captain You will be very very good captain from now on Thank you very much I appreciate that It's all ends today 27 years flying I'm done Finished Man I'm gonna miss all this man I don't remember everything from high school I won't remember most of what I read My memory's terrible My memory's terrible But I can promise you I'll never forget you my love I can't recall what I had for breakfast I can't recall what I had for breakfast Or the name of the film we saw last night A million things I'll forget But one thing I don't know I'll never forget you my love